好,各位鑽石來錄音的朋友大家好 那接下來呢,我要為大家介紹的這一頂Robbins的天幕 它是Trap 4x4 好,這是4公尺乘上4公尺的 那類似上這樣大小的天幕呢,其實我還有另外一頂之前也介紹過 後來在網路上看到呢,就覺得這一頂天幕很想要入手 終於在一次促銷活動當中呢,我就入手了 首先我必須說呢,是因為我有另外一頂Robbins的Firebank 這個算是金字塔的,類似像印第安藏的 因為這兩個的都屬於棉布,棉布天幕還有棉布帳篷 所以我想我那頂Robbins的Firebank帳篷呢,如果搭配這一個天幕的話呢,可能會不錯 當然入手一段時間了,一直沒有機會使用到 那昨天晚上我來露營的時候呢,那因為一個人錄簡單啦 我就使用車頂帳,一下就很快好了 那我就搭了一個天幕,因為想說遮風擋雨的 尤其是現在太陽已經出來了 好的,那棉天幕呢,其實我有另外一頂就是這個 Nordis就是所謂的熊帳的這個 好了,那棉天幕呢,棉天幕我不是沒有,這是另外一頂 那我當初考慮到除了顏色跟我另外一頂帳篷做一個搭配之外呢 而是我覺得蠻喜歡這個角角的這個造型 它除了達到一個加強的功能之外 最主要在搭起來的時候呢,它有這個邊角 我覺得有一種設計感 好的,那棉天幕它的優點就是什麼呢 就是在太陽底下呢,它雖然不像銀膠 銀膠的隔熱當然是相當好,甚至還有黑膠 但是呢,它就是一種蠻舒服涼爽的感覺 那在這陰影底下我也覺得相當的舒服 然後呢,你在觸摸這個,通常銀膠或是黑膠 比如說你在這個天幕的邊緣呢,它那個熱度是蠻強的 那等於說你必須把天幕搭越高越好 因為你搭不高的話,像我現在這個是不高的 那那個熱,天幕的熱會傳到你的這個頭頂上來 好,那這就是棉布呢,比較有這個特色還有特質 那當然因為我這次是首搭啦,所以我也不太知道它的防水 那目前雖然有太陽,但是還不到非常熱的狀態 那將來如果有機會,我再跟大家補充使用的情況如何 那當然棉的天幕有些時候說防水應該也是防水 只是因為它有可能會吸水,說不定 所以有時候下雨我們就不搭這種天幕了 因為怕它吸了水之後,可能帳篷會比較一點這個厚重 收納的時候會比較重 那這一頂棉天幕呢,跟我另外一頂那個Nordis的天幕 比較起來呢,那一頂是含銀柱,這一頂是沒有 不過當我在使用的時候,我發現呢 它初期的,比我想像中的輕 它就不厚,不厚重 它算是輕量的,我感覺沒那麼重 我本來會想說跟我那個Nordis的一樣會很重 但是其實它還蠻輕的,還蠻輕的 那出乎意料之外 再來呢,就是我說呢,會買它是因為跟我的另外一頂帳篷做搭配 還有再來就是它的這個造型 這個黑色這個加強的這個拉點 不過我必須說呢,它這頂帳篷呢,天幕呢是沒有銅扣的 也就是說它全部都是使用這種拉點 包括它什麼,它在最邊邊的 最邊邊的 不像一般的帳篷是用銅扣 它全部是使用拉點的 那我們呢,我都是掛在拉點上 並不是使用在那個銅扣裡,銅眼控裡面 所以這一點特別跟大家說明 跟我其他天幕好像感覺不太一樣 好啦,那這就是這一頂這個Robbins的 四層式的天幕的一些介紹 那如果說你本身錄一段時間之後 你想要入手這個棉質的天幕或帳篷的話呢 那這一頂你也可以參考 因為兩個人,三個人,四個人應該都還可以 但是就是說它不會很重 這一點是比較特殊的不會很重 當然目前國內有許多的廠商也都有提供的棉質天幕 那我並沒有使用過 然後當然呢,你如果是要輕便的話 肯定是一般這種尼龍布會輕便一點 那也比較容易曬乾 那這就是大家可以去考量考量的 好的,那今天的這一頂Robbins的天幕 就跟大家介紹這邊 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 也歡迎點贊 或是幫我們訂閱 還有傳遞一下囉 感謝感謝,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